海面上女人正玩在水上降落伞 可她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漩涡 她赶紧向同伴发出警告 可同伴却以为她是在打招呼 眼看着快艇离漩涡越来越近 最终还是掉了进去 女人也被扯进了漩涡内 而在海面下5000公尺 劳拉正在研究海洋生物 这里是热火山口生态系统 水温在417度以上 她正详细地做着记录 突然外面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紧接着一阵奇怪的叫声传来 似乎有东西正在撞击船体 劳拉隔着玻璃仔细观察 一个发着绿光的怪物游过 但很快就失去了踪影 她赶紧开着潜水艇四处寻找 可没想到却被她发现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火山口 劳拉正准备停下研究 可深度移却不断上升 有什么东西正快速上来了 一阵噪音过后 所有的仪器都出现了问题 控制台也和劳拉失去了联系 紧接着火山口冒出了一阵绿光 有许多不明生物游了出来 他们不停的撞击着潜水艇 几分钟过后 四周终于平静了下来 劳拉平安的回到海面 同伴问她看见了什么 她确定的告诉大家 自己遇见了海怪 到了晚上 一对爷孙正在海掉 可天空突然出现了流星 正当爷爷感叹运气好时 越来越多的流星划过天际 更奇怪的是 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发着绿光的怪物 同众看有相当的 黑丝的粉红 又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